樓前濃煙四散 強震引發大量落實崩落 造成交通中斷 其中太魯閣精英酒店 有50名員工 上午乘坐4輛小巴士 從花蓮前往酒店 碰到強震失聯 一直到晚間 才終於傳出好消息 酒店經理說 晚間有3名員工 徒步走到酒店 說目前人車 都是在酒曲洞附近 50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另外還有24名遊客 也受困在那邊 正在等待救援 公路總局加緊搶凶道路 希望能夠儘快 搶通到酒曲洞 將遊客和員工們 儘速救出